民生物价连翻涨 民众的荷包也不断缩水 经典的母亲节可能会有许多消费者 考虑不购买蛋糕了 那么有业者担心业绩会下滑 但是在台中有一家蛋糕店却是逆向操作 它标榜以新鲜天然的纯发式甜品 制作顶级的卡尔玛 卡尔玛巧克力蛋糕来吸引消费者 那么消费者买不买单呢 带您去了解 谢谢 明天快乐 母亲节快到了 要送什么礼物给妈妈呢 送这种小点心 很经济实惠 而且可以讨妈妈开心 民生物价统统上涨 业者要吸引顾客上门 就必须要多花一点心思 台中一家著名的发式甜品店 为抢供这一波母亲节蛋糕商机 特别邀请瑞士顶级巧克力主厨来台示范 最顶级的专业用调温巧克力 卡玛巧克力蛋糕的制作 这款白色艾菲尔6寸是获得2012年传统类母亲节蛋糕评比的冠军蛋糕 它的口感很脆然后里面的馅很甜 可是两者和围一起来就是一个很融合的口感 我们基本上吃到的东西第一个一定新鲜 再来我们是纯正的发式风味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不添加任何人工的添加物 我们都维持一个天然纯正发式风味的这个风格 尽管物价上涨但业者坚持品质 也吸引顶级消费的顾客 顶级消费课层不受物价冲击 不过面对普通消费者如何也能坚持品质 一样受到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